而且我要跟各位報告 大家已經看破你手腳了 從最開始你跟恩恩爸爸說 我要全力協助 到你在議會說就給他嘛 然後也不給 這是一個謊言 然後六月六號消防局演一個大戲 然後如果不是吹哨者的話 我們還不知道那是大戲 如果你跟恩爸爸說 我們今天是重建現場 那就算了 你是被吹哨者吹哨出來之後 你才說 對 我們是為了重建現場 當天的現場 這又是一個謊言 然後六月十一號 錄音檔都公佈出來說 他那天要幹嘛 他還跟里長唱生日快樂 對 而且還去唱跳毛巾操 我們先播給大家看 上禮拜五我們曾經播出過 把他跟恩恩媽媽的報案的 那個哭泣的哀親的聲音 做比對 我們現在先播給大家 在六月二十一號 早上錄音檔十一個錄音檔出來 很多人聽完以後 心情非常的沮喪 而且難過 為恩恩一家覺得不公平 而且認為侯友宜的團隊 應該立刻回銀行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是在切蛋糕 他是在唱跳毛巾操 沒有錯 就是在錄音檔回旋在全台灣各個角落的那一天下午 所以快進辦一天下午車 小姐 小姐 冷靜下來 你要冷靜下來 這個有一定的相關流程要詢問 不好意思 對 你要冷靜 我們會協助你處理 好不好 好 好 對 對 小姐 小姐 我小孩也一直給你不清楚了 你有打過1922了嗎 有啊 衛生單位也都聯繫了嗎 衛生單位 是哪一支電話 中和衛生索 中和衛生索是不是 是 好 我幫你聯繫 你在家裡等我們消息 好不好 這個十個人到火鍋店砍人 他氣得半死 第一時間要求新北行警察出動歹人 在臉書上面 這個非常的威武的下指令 21號那一天 那個檔案公布 大部分我們現場的人都聽過吧 那天很多的不同的社會上的角落 對恩恩媽媽抱案的聲音是 回繞在腦記是十分難過的 結果他去跳毛巾操 他去切生日蛋糕去唱生日快樂歌 真的是好有儀耶 一貫的雙標 一貫的面子工程 一貫的用轉移焦點的方式 隱惡洋善 但是惡是他的壞 洋就是他的好處 但是政治就像河流一樣 他有的時候撞到石頭會轉彎 有的時候下大雨 他會在這裡積水 我們都只是臺灣百年政治未來 回頭看的時候一個小螺絲 那侯友宜把自己看得比臺灣還要重要 把自己看得比臺灣人對一個兒童生命喪失 這樣子一個道德案件還要重要 所以他選擇在那個時間點去做 他已經幾乎是被百姓定罪 就是你的問題 他本來可能不是他的問題 他本來可能是系統性的問題 是電話聯絡 是橫向溝通 是找不到人 是可能其他的勤務排擠了衛生局 當時派人去那邊接電話 他是有權力去改善這件事情的人 他應該震怒的對象是當時的錯誤 而不是對CDC指指點點 他做錯了 他到現在還沒有認錯 他到現在還不覺得那個是他的責任 他只有嘴巴說那是他的責任而已 他到今天恩恩爸還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還要幫他破案 還要幫他解答 我們還要在迷霧中 告訴他未來的路要怎麼走 而這迷霧是誰造成的 不就是新北市政府嗎 我們都只是百年後回頭一看的一個小螺絲而已 從來都不需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一貫的 包含國民黨 包含臺中 這一陣子也有治安的問題 記者去督麥 盧市長 大家對臺中的自然表現好像不是很滿意 抱著一隻狗 說幸福善事 謝謝 就走了 不想討論 不敢面對問題 一貫的手法 所以今天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都知道政治如戰場 林楚音發了一個公文 你新北市要打他 我支持 因為他們都是戰士 他們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誰對誰錯 大家講清楚 有人得分 有人失分 有人受傷 有人得意 但RNN霸不是政治人物嘛 你不應該把武器對向百姓嘛 你不應該利用新北市政府的體制 利用演戲 利用隱瞞的手法來對付他嘛 他到今天還不能理解 他到現在都還沒有解釋清楚 這才是我們憤怒的原因啊 大家上戰場 我被罷免 你們要弄我 大家出來講道理嘛 哪有那種去弄老百姓的 你到底在想什麼 給你當一個首長就長這個樣子了 你還在想總統 人家是手無寸鐵 他手上沒有任何工具 曾經在這個節目有國民黨的現任議員 跟他建議說不然你去告 講那個都不是百姓聽得懂的話嘛 怎麼告 我要告的對象證據都在他身上 啊他不給我 我要怎麼告 啊你告下去 你功課上班還要不要上 我告了小孩子會回來嗎 我從頭到尾只要一件事情 就是改善這次的錯誤 未來不要再有更多的NN 啊不就這樣子而已 他從頭到尾都在講這句 他今天都還在講這一句 是誰造成的這麼困難 你就有時間去那邊罵實民兇刑 就有時間去那邊跳毛金操 你就沒時間回去問衛生局跟消防局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到現在我們也沒有聽說誰下台啊 我們也沒有聽說誰負責任啊 我們只聽到很多人又被新北市政府告啊 今天可能又要告立委 一開始的時候告什麼消防局的基層 後來說要告這個吹捨者 他要告的意思就是我沒有錯嘛 他現在在螢幕上就是鐵漢的那部分 臨陪也不對啦 這樣子要怎麼吞 我們人之所以存在政治系統 就是要改善管理政府治理的問題嘛 我們之所以選擇民主 就是知道沒有一種政治治理方式是一百分的 人都無完人了嘛 所以我們每一次的選舉輪替 就是希望有一個人用他的觀點 用他的經驗 用他的政治哲學來改善這個系統 結果你是逃避問題 甚至製造系統的混亂 你看他扭腰擺臀那個樣子 看到沒 沒有啊 看到沒 6月21號錄音檔公佈這一天下午 所以最後我要跟大家講 今天台南是不是很多人在看殭屍展 有人喜歡有人討厭那是一回事 讓城市的民眾去圍觀一個景點 高雄辦的燈會讓大家去圍觀一個景點 看完是好是壞民眾都會判斷 你新北市現在讓全台灣人再看一句男思 再看一句童思 你新北市怎麼幹的 所以 未來跟選舉也沒有關係 跟政治路都沒有關係 你給人家的印象到底是什麼 你要新北市民帶領往哪一個方向 這件事情在4月14、4月16解決的話 這兩個月的時間全台灣沒人會跟你討論這件事 為什麼不解決?為什麼到今天還不解決? 選你有什麼用? 選你來幹嘛的? 侯友宇盡早認錯 公佈真相 配合中央 然後讓恩恩爸獲得理解 全台灣你只需要處理一個人 就是讓恩恩爸理解你們當時到底做錯了什麼 根本不需要跟我們解釋 也不需要在那邊放什麼新聞稿 開記者會跳拉拉拉操 都不需要 你只需要獲得一個人的理解 然而你兩個月 有一個大政府一大堆公務員 你做不到 當什麼市長 最重要的就是他以為他那個真相可以瞞得非常好 但是錄音檔出來之後 他還恐嚇我們大家不可以播出 他還把那個他自認為的爆料吹哨者 還叫他有一個人他還叫他去地檢署去自首 還發表聲明說他是卓萬廷的同學 但是這個人我也不認識 那我們是擁有11個錄音檔的 我們在節目裡面 鏡周刊完全播出之後 我們也播出了 我非常佩服鏡周刊可以 很快的時間之內把它聽出一聞 我們在節目當中播出也是需要高度的勇氣的 後來全台灣的媒體沒有一家不播出 但是你侯友宜居然對這件事情也不敢提告了 最後他假裝這個事情沒發生 錄音檔的事情他一句話都沒有辦法說 他也抓不到爆料者吹哨人 他也沒有說播了錄音檔的所有媒體要告到法院 到現在不敢告言 柏惟 我們其實看民主體制這是真的有解決方式的 我舉一個很簡單而且全國都知道的例子 民進黨怎麼處理疫苗的問題 說明會啊 增加質詢啊 陳時中 蘇貞昌站在立法院給你問啊 專案報告啊 那個防疫基金不知道怎麼用 特別預算 專案報告啊 台中 我們對鄭南宮有疑問 國民黨團封殺 恩恩案 我們說對新北市議會有疑問 我們封殺 這樣子要怎麼用民主 你就根本不要聽人民說話 你要怎麼民主 今天這件事情很難嗎 坦白講 今天他們還不是負責救治 我只是要你們通聯記錄跟對話內容 就處理過程真實交代就好了 他到今天都還沒有讓真相揭露 連那個血氧值這件事情 救護員明明就說是血氧值是八十 他們非說這是家屬提供的 然後還說是救護員跟恩恩媽媽詢問 血氧值得資八十多 因為他前面已經講到這些都量不到了 他給恩恩爸爸的救護 記錄表 全部都量不到